路口監視器拍下一輛 白色休旅車 突然左偏擦撞安全道 又往右衝進民宅 碰一下爆炸 噴出火花 嚇死人 弄地我剛在沖那裡 剛在沖那裡 很危險 那來咧 那邊出火車 那我才會打過 我一看就順利過境 休旅車先擦撞機車 兩人擦邊閃過 接著才衝上安全道 撞進民宅 失控撞牆 磚頭噴的 到處都是賓士車頭撞爛 就怕駕駛受困 車禍發生在台南仁德大同路上 16號凌晨一點多 52歲駕駛從恆春開回台南 疑似是疲勞駕駛 閃身才釀貨 衝進民宅 還把電箱撞到歪掉 造成修車場大停電 自小客車駕駛死人 並無酒駕情形 相關造勢原因 本分局持續了解中 不慎擦撞機車 差點把兩人擊落 失控左右連撞 防止車子 弄嘎咪咪冒冒 還好沒人受傷 驚魂異常 記者在關章 台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請請請看看